Hello 好了 Hello 大家好 我从国内旅游完回来了 现在呢我就想接着之前 回国之前的系列给大家再讲一下 不是再讲一下 而是接着往下讲 就是七沙在夫妻宫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如果你比较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 好吗 这样让我好歹知道有人在看嘛 或者是说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我之前讲了破君 讲了贪狼 现在讲七沙 因为沙破狼嘛 其实是八九十年代 是很多以沙破狼 就是做命 就是说沙破狼形成格局 八九十年代其实这样的人挺多的 所以说 很多夫妻宫也会出现 但是沙破狼独作或者怎么样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七沙在夫妻宫 主要是 我看的这一类的牌 还算是比较多吧 我也不知道我讲的全部全面 但是是我的一些想法吧 你可以参考来看看 首先 我们还是从字面上解释一下这个七沙 七沙他跟 贪狼跟破君比 就是他是像 相对来说是一个匠心的感觉 就他是坐在那边 是谋划呀 这一类 就你看打仗的时候 破君是 前锋是冲出去的 呃 贪狼是传播这个指定的 就是说 呃 发号的 然后呢 那七沙就是主要可能是想一些 对策啊 计谋啊 这一类的 所以他脑力的活动比较多吧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相对于 就相对于 呃 贪狼跟破君来说 我认为七沙可能是 更理智 或者说头脑方面 会相对多一些 但是因为这种 呃特点 我个人觉得他会更冷漠一点 或更冷淡一点 当这样的一颗心 在夫妻宫的时候 你当然肯定不能说 啊 是多么急的了啊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颗煞心嘛 一个代煞的东西 在六亲的宫位 通常都是会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呃 如果在夫妻宫你是一个男的话 你的夫妻宫是七沙独座 那可能说明你的老婆脾气大 呃 你也很容易是七管炎啊 这种类型的 老婆脾气大呢 有可能表现在就是爱症分明 或者说 呃 老婆神 有点神经质 就是说 一阵一阵的那种发脾气啊 或者怎么样 呃 可以统称为脾气大吧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 七沙坐在夫妻宫的时候 会体现出一种夫妻的感情的状况 就是说 你说他很亲密呢 他肯定不会是很亲密 因为有煞气嘛 你说他很有距离 那他肯定也不见得说很有距离 因为 像七沙这种煞心 一定要是在有非常多煞气相冲破 三河的配合非常不好的情况下 你才能说他比如说 是丧偶啊 或者说 呃 就是说这一类的 就是说 另一半是提前离世了 或者说你多次的感情出问题 就是一定要看配合 如果只是单独一个七沙在夫妻宫的话 有的时候不一定不完全的不好 因为像现在的人很多可能年纪大啦 或者说中年 他们分床睡 或者是说 在住在一起 可是分房间睡 比如说老公打鼻鼻啊 呃 那老婆就可能是 神经衰弱影响休息 那可能两夫妻从结婚开始 就是分开房间睡的 那这很正常 呃 也不代表说他们俩一定会离婚吧 或者怎么样 只是说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 虽然说他夫妻宫是七沙 只是表现了这样的状况 而不代表他们俩感情不好 可能只是分居比较多 或者说分床比较多 但不代表人家过不下去了 人家可能过非常好 感情可能也非常好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呃 七沙如果表现在感情不好的方面的话 那就可能是说 嗯 两个人的结合比较 比较冷静的一种结合 像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啊 结婚啊什么的都会考虑到 利 不能说年轻人啊 老年人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就是说考虑到有一些家庭啊 然后各取所需的一些状况 可能多了起来 那么七沙在夫妻宫也会表现这种情况 就两个人的结合是理智而又冷静的 嗯 也能够白头偕老 但只是说 就像两两个人这样走在一搭半走在一起这样的感觉 就不是说如交似器的这样合在一起 这个是我认为的七沙在夫妻宫最明显的一个地方 嗯 就是两个人的感情 嗯 是那种有距好也是那种有距离的好 不好的话那是海了去了 如果七沙有行客有天行啊 然后有煞机冲破这些情况出现的话 很容易丧偶 就是说另一半可能是早逝啊 或者是说出现了一些问题提前离世 这是很有可能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 嗯 有一个多次婚姻的问题 因为 嗯 有的时候 煞机冲破 如果不带 比如说不带羊刃啊 嗯 连真化气 不带这种见血的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另外一半 就是说 丧偶嘛 嗯 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说 两个人感情不好啊 不和啊 经常吵架啊 会有一次啊 两次啊 三次婚姻 通常我见到的比较多的 就是说七沙 独坐在夫妻宫 然后搭配的这个流年 可能是羊刃啊 啊 还有一些飞帘啊 之类的这种小吵小闹的心比较多 就很容易离婚 因为现在人好像观念也不同了 所以说一点小事也会离婚 然后再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就是七沙虽然是煞心 但是我一直看所有的盘族说 一定要看配合 因为其实单论 我再抢那一遍 单论一个宫位是非常不正确的方法 如果说七沙独坐在夫妻宫 三方四胜配合的非常好 比如说他的对宫就是连真嘛 因为七沙对宫必然会有连真 如果连真划路了的话 你想他的夫妻宫是七沙 他连真划路了 他可能嫁的老公状况对象是非常好的 而且连真划路可能另一半 对他也是非常的付出的很多 或者怎么样 怎么一直有人给我发信息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 那可能是他们的感情 会非常的如交四期 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如果 你真的是夫妻宫是有七沙的 不一定就是代表肯定不好 综上这种情况嘛 你看看你是哪一种情况 然后他们还说一个 我是没有验证过的 就是七沙见天遥 尤其是七沙跟天遥同时在夫妻宫 是另外一半会是 从事封封尘行业的 就可能另外一半是 有做过一些 你们懂的就封尘行业嘛 我是没有见 可能也见过吧 但是也没有人主动跟我承认说 我老婆原来是哪里哪里的 是吧 不会有男的这样讲 更不会有女的这样讲了 但我个人是觉得说 是有可能的 因为现在也挺多这种情况了吧 感觉 也不代表说人家一定不好 只是说这是一种现象 就是七沙 七沙跟天遥相遇的时候 那有可能另外一半是 比较明艳动人呢 因为她 因为你看古的时候这种封尘女子啊 像柳如氏啊 什么李湘君啊 这一类的 就很多就是从事这种封尘行业的 她们都很有才华 很漂亮 嗯 并且这个性格上非常鲜明啊 嗯 就不乏就是中猎女 中 就是中贞猎女 这一类的类型吧 所以我觉得也不能说 她不小心从事的这个行业 你就说她有什么问题 只是说 嗯 七沙跟天遥在夫妻宫的时候 另外一半 有可能是有跟这种行业相关的吧 也不可能百分之两百是小姐啊 可能只是跟这个相关的 那是有可能的 嗯 所以总的来说 我其实个人觉得 男命的话 夫妻宫是七沙 感觉问题也不是很大 现在哪有夫妻不吵架的吗 七沙的话可能是行客重一点 那可能就吵架打架呗 嗯 小一点的话可能也就是说 嗯 夫妻之间相近如宾吧 不是说非常亲密 但是也能过 对吧 能过就行了呗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七沙在夫妻宫的时候 嗯 很重要就是 有的时候流年缝的 比如说见血 就是说像我们说的 天遥啊 红卵啊 嗯 连真话记 都是血 然后还有缝到羊刃啊 刀啊 这一类的啊 天激化记啊 如果说缝到这些的话 可能就要注意一点 嗯 可能另外一半是 像我说的很有可能会丧偶啊 这一类的 因为它行客是稍微重一些的 除此之外的话 我觉得应该 没有什么其他特别不好的 嗯 像是早晚婚的这个问题呢 我个人觉得七沙这一方面 早婚也有早婚的可以 晚婚也有晚婚的可以 不是说七沙在夫妻宫一定会早婚 或者说一定会晚婚 嗯 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七沙逢到比较多的极化 这种极化就不是那种那种桃花了 可能是对宫有红卵呢 或者是说唱曲啊 左右啊 当然左右不能同宫啊 一定就是三方四正的这种感觉的左右 就是说极化的比较多 我觉得这种婚姻也是会美满的 不代表说七沙在夫妻宫婚姻一定不美满 你要看她有没有啊 你要看她的配合 嗯 所以我目前能想到的关于七沙的内容 可能就是大概这么多 嗯 如果有说的不全面的 我以后想起来的话 可能会再补充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很喜欢我的这个系列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给我点赞 嗯 下一次的话可能就排开说其他的新星了 反正会挨个的把这些主星在夫妻宫的这种反应 都给大家就是说做一个系列吧 希望你们喜欢 拜拜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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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